我们接下来看如何拿这个mask来玩一点有趣的东西 首先我想把这个点改一下 改成零号点 零号点就跑到这上面去了 还有之前我们学了sort 还记不记得这个 可以让这个点的顺序 点的变号 不断的来进行调整 你可以是随机 我们可以试一下 看看如果我们用x 因为xy没有什么态度行业 我们用这个random 嗯 这个会有点乱 我们用shift 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 OK 我们用这个shift的方式 再换一个点 换成其他 比如说 嗯 300号点 这样子看看会有什么效果 像扫描的感觉 好我们就用这一个某一个点 然后让它动起来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让它加个 把这个offset 便宜量改成我们的frame 这样子可以跑起来了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加个颜色 之前一直没有动太多动态的颜色 我们可以改一下 我们在attribute里面 有一个adjust color color 然后 当然你也可以随机颜色也行 但这个呢 我们现在 来看一下 如何来改一下它的颜色 operation 用set OK pattern 我们还是用这个叫做 我们试一下这个random 我们试一下 noise吧 试一下noise 好这个时候颜色太太丰富了 不需要这么多颜色 我们把这个稍微去掉一点点 把它改成什么呢 我们稍微改一个单色系的吧 比如说 从这个呢 就就就黑到白了 好我可以看到现在 全面布局 就是整个这个都会有不同的颜色 然后这样子扫 就发现它来到哪个地方颜色就会改变 根据每个点的颜色来的 太丰富了 颜色太杂乱了 我们把它设个 anum size 把它变大一点 这样子呢 就会稍微统一一点点 这样子我们就通过sort加上颜色 把它给动起来了 或者呢 现在我不想让它用这一个 嗯 这个帧数到了 这样跳动的原因是因为它到了这个最底下了 到了最底下了 所以那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 从这个稍微小一点 0号开始吧 这样子它就会一直扫到上面 好我们可以呢 还可以把这个方块盒把它给变一下 变成 比如说我们试一下 其他的形状 我们试一下这一个line 线条 在上面扫动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不太像扫描 有点奇怪 但还是也有味道 我们可以换成这个 circle 换成circle 把这一个 稍微变小一点 好来这样进行 这种类型的扫描 好这个呢 我们是拿着这个mask属性 然后加上sort 然后还有这个frame frame是这个帧率 帧 来玩了一下 可以来做一些什么样的有趣的效果